红梨因为营养成分价值高 近几年受到消费者喜爱 盛场地南回乡镇所有产量 倒都用来供应外地都市 反而在地孩子都不知道 也不曾吃到红梨 青龙零件中经营红梨事业有成 回馈捐赠一年份南回乡镇 八所国中小学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捐赠的过程里面 去从吃开始去体会 我们自己传统作物的部分 那尽管在跟学校或是说台湾地区 能够一起合作推食农教育 那把这样的一个作物能够送进学校 除此之外 林建宗希望红梨价值可以从小学开始认识 种植方式以及食物渊源 另外再提供种植让孩子学习在校园种植 推广原住民族传统食材向下扎根 想更多的点子啊 想办法把那个东西做成大家会喜欢的 然后拿出去卖给大家 就可以让我们可以做更多的面包 然后就很多营养的 可以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泰玛里农会供销部强调 日后会全力配合提供行销资源 持续推广红梨全台各地 甚至推行到全球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云住民族传统作物红梨 记者李宝台东泰玛里采访报道